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270集 一个朋友的太太生病住院 包括中医、西医、民属疗法 还有偏方 能试的都试过了 钱也花了不少 但是情况越来越糟 他从原本抱有希望到绝望的时候 医生跟他说 现在有新一代的标靶药肛炎发出来 对你太太的病情可能会有帮助 但是那种药药自费 一颗药要一万多元 每天要吃一颗 医生问我那位朋友 要不要试试看 我这位朋友说 当下他的内心很挣扎 因为他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他太太躺在病床上 用无助的眼神看着他 他要怎么办 这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 我那位朋友 还是决定要去帮他太太 试那种新的标靶药 他说有一线机会他不去试的话 他会一辈子良心不安 然后他就再花几百万的标靶治疗费 他太太还是走了 我们每天辛苦在工作赚钱出钱 很多事我们都可以去努力 但总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看到有些银行的朋友 一直想要撑到65岁借领退休 我的感想是赚钱虽然重要 但是身体也是要顾好 不管你赚再多的钱 只要一生病的话 烧钱的速度是很可怕的 如果你到了60几岁了 还在辛苦的工作赚钱 你应该是要赚给你的小孩花的吧 人生短短几个秋 你老了还在为别人赚钱 为别人而活 你觉得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